那我也要做的 我原本想要走一個文青峰 然後就不給力 大家也看不到我上面寫什麼 好 那我就 有辦法嗎 那這樣子我拍照起來還美嗎 不是說這個位置是打到最美的地方 都不見了這樣 沒關係 這是我的PT 大家看起來比較重要 人不重要 OK 那我的這次演講組 其實我不太像其他兩位 他們今天可能想要分享他們一路 他們一路上進的故事或創入歷程 其實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是 我在過去以來就是帶給我的一些想法 然後我想我覺得這想法很棒 然後我就希望我這想法能夠觸動到你們這樣子 那我這想法是什麼呢 叫做把時間留給意外 好 那我先來介紹我自己 欸又是這張照片 對 因為我今天這張都會拍得很好 嗯 好 那通常一個厲害的分享者 少爺一定就要怕怕怕 來 你好我是來自巴巴巴社團 巴巴社團 我有過什麼經歷 所以不免說的 我要稍微練一下 對 就是我在那個分享頁面上面就有講說 我參加了五個社團 然後同時還有其他的校外活動等等的 就是我是學校的親善大使 合唱團 病人會 這張中心義工團 然後曾經帶過新聞人 然後現在在校外還有一個Mousebeat的志工團 這樣子 然後同時呢 我現在還是那個世界的負責人之一 好 很厲害就對了 那我其實今天完全不要分享這些東西 對 這些東西呢跟我以下分享的內容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是我的人生 我告訴你們 你們也複製不來 因為這不是你們所擅長的事情 你們可能有另外一片天空 或是另外一片自己擅長的事情 所以其實 這東西對你們來說 其實你們知道也一點意義都沒有 好 好 那其實呢 我是一個分音業 其實我跟我們的策展阿星一樣 其實我們都是重考生 那我重考一年呢 接下來就接著就轉系了 對然後轉系之後呢 欸怎麼還是在學校很少看到我 其實這個人到底要不要轉 轉系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怎麼還不認真上課 對 好那你們一定以為我要講什麼 立志的故事對不對 我這個人歷經了重考 從低谷上爬起來 其實我竟然又轉系了 這個人到底被我什麼故事呢 是一點故事都沒有 其實我只是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而已 好 OK 其實呢就是我今天會坐在這裡 跟底下你們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不一樣 欸沒有什麼不一樣 沒什麼不一樣 欸為什麼我都少打一個字 沒關係 大家看不清楚 好 沒關係 我自己知道就好 就是同樣的 就是我其實也只是一個有拖延症 就不拖到最後一刻不甘願的死大學生 你知道我跟謝忻 就是我們 他跟獎者都要約要對簡報對不對 通常這件事情應該要在就是 講座之前可能未必兩三天 前一個禮拜就要做好這件事情了 然後呢我在今天早上的凌晨五間五十分說 是因為我來對簡報嗎 對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時間控管不是很好 你們會 他其實那天來邀請我說 萬榮我想要就是你參加這麼多社團 你一定有很強的規劃能力 我想要請你分享這個 我說其實我一點規劃能力都沒有啊 你看我把時間排成這樣就知道 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太多的規劃能力或什麼的 其實我只是在選擇我想要做的事情 並且在心裡幫他排列順序 就是我想要做的好 那這個就往下放 那這個想要做 那那個就算了 對 其實大家在自己心裡都有自己這樣的排序對不對 OK 那目前最大的困擾是煩惱今天要吃什麼 所以其實我跟在場的大學生沒有什麼不一樣 對 OK 好 那其實蹲點台灣曾經是我在去年 還三個hashtag 其實就是一個hashtag 所以我今天就在這邊分享我就覺得很有趣 我又用到了這個hashtag 那蹲點台灣是什麼東西呢 我在前年的暑假參加了中華聯繫基金會 跟政大廣邊合辦的一個活動 它就是呢 要你在半個月內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可能是召會 可能是部落 可能是一個陌生的社區 在那邊生活半個月 你意思是說你要在那邊住半個月 然後派出一支紀錄片 它叫做一手服務一手紀錄 就是你要在那邊提出一個你想要服務的計畫 你可以開一個攝影課 你可以幫所有部落裡面的人 我為所有部落家庭拍一張全家服務 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想要幫小朋友做智商輔導 這是你的服務 那你們在最後結束要拍一支紀錄片 然後那時候我去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就想說 因為那時候我在田字院 就說你想去哪個地方 後來上了之後我就說 那我要去查一下 這地方是怎麼樣一個地方 然後那時候我的partner 下面就寫了 林應成冒號 將自己歸零 把想像跟未來留給空白 林應成並不是什麼厲害的人 他只是我的partner 這樣子寫起來 然後就是第一個 然後就是 我名導演這樣 對不對 他其實只是我的partner 可是那時候講這句話 我就說 什麼意思 他其實是一個很熱愛旅行的人 然後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 你現在在網路上看到的實際 郵寄或是看到任何別人的評價 那都是別人的東西 可是你永遠不知道 你去到那裡你會遇到什麼 所以他其實在每一趟的旅程 或是每一趟他所要做的計畫的時候 他都會說 我要把自己歸零 就是我想要把我的想像跟未來 都留給空白 讓未來的我去遇到任何事情 而不是 好你今天去的時候 你去那邊可能會遇到一隻雞喔 然後我就抱著遇到一隻雞在想像過去 而且沒遇到你就有點失望 可是我今天就沒有抱任何想遇到這雞 然後我是雞耶 好我真的覺得太浮誇了啦 然後那時候他跟我講這句話 我就 嗯我一直聽聽就過了 對 因為我其實 我不是一個 會完全不做計畫 還是會稍微了解一下 每個人都會這樣才有安全感 你總不能說 我今天到一個什麼地方 我就什麼都不做 我就忍就過去了 其實當然不然還是會沒有安全感 所以你還是想要事前做一些功課 後來呢 就是我就也是聽聽就過了 後來直到我遇到了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logo嗎 雜學校 對雜學校 在去年的雜學校 六月份呢 五月份六月份的時候 他們成立在申請實習生 申請實習生 在招實習生 然後我去申請的實習 非常榮幸的 我在第一階段就被淘汰了 對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連第二階段面試 我都沒有上 我在第一階段書審 我就out 就是第二階段就沒有我的名字 那就是除了重考之外 我的人生幾乎沒有任何挫折 那種就是因為壓底線交作業 結果還是失敗 就是那種挫折不算 就是我人生中的重大挫折 就是除了重考之外 我會覺得說 比如說 像是新傳 新傳大使也要面試 尊點台灣也要面試 我都覺得 這東西我都過了 那我只是繳一份書審資料 只是第一階段 應該沒什麼吧 喔 淘汰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思考 就是 我這個人是一個很 喜歡反省自己的人 我到底是哪裡做不好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 沒有足夠能力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抱著非常非常多壓力 跟自我的批判 然後去迎接我的暑假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就是 我那時候就覺得我可能會上 然後我就整個暑假 沒有安排任何事情 然後我就 欸 整個暑假空下來了 請問我現在要去哪裡 那時候 我公布的時候已經六月份了 快七月份了 我不可能在那個時候 再去找一份實習 我也不可能在那個時候 再領域去剩一份什麼計畫 或去找打工 因為這些事情 都是要提前準備的 可是我一點準備都沒有 因為我 我剛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我是一個不喜歡準備的人 我就是喜歡 就是 來了就去 就來就隨便這樣 後來呢 我就跟著我那個partner 他就是到了 呃 台北的一間影像工作室 我就每天跟著他鬼混 他幾點去上班 我就跟著去上班 他幾點下班 就跟著他下班 那影像工作室呢 他就是有接了非常多 很線上藝人 或是獨立樂團等等的 後來他們接了一支 魏如瑄的MV 叫做星期三 或禮拜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首歌 那這首歌的字幕呢 有大概70%以上都是我去背的 那為什麼我會參與到這支MV呢 是因為我 就是那間影像工作室裡面 有非常多有趣的人 可能有導演 有藝人 有經紀人 有媒體公司 還有像我這種 就是每次跟著過去打混 在沙巴上滾一滾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他們就說 欸可以幫我拿杯水嗎 喔好 這些沒事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跟我朋友很忙 他是做導演助理 他就沒有空 他就說 那你可以幫我去背嗎 我就說好 於是這支影片呢 他雖然就是在片尾上 沒有掛上任何我的名字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曾經在這部MV當中 我自己站了什麼樣的位置 我在裡面擔任了什麼樣的角色 所以其實不管是好是壞 所有的意外都是驚喜 那我其實有一句很小話起來 像叫說 這句話等在事後怎樣怎樣 因為對於當下的人都是鬼話 對 你就會覺得 好什麼意外 好意外是驚喜啥 對 現在我看起來是驚喜 然後當時我就覺得 嗯 喔就是 喔怎麼突然有這個東西 這樣 後來呢 就是在八月份的時候 我就去了中國 我那時候 想說去中國是要幹嘛 是要踏出舒適圈呢 還是什麼 喔沒有 我就是去玩的 其實那時候呢 我是參加了一個比賽 那時候是望中石跟海峽衛視 舉辦的一個紀錄片比賽 然後在那個時候 我也是抱著就玩玩看 我也沒有覺得要去幹嘛 就覺得反正我暑假也沒事做 那就去玩吧 也要跟著我的那個partner 他這個臉是很神奇的 就是我想去哪 就是隨便去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就 在那個旅程中 我也發現很多 我以往沒有想像過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都會覺得 他們渴望民主 或是他們討厭民主 他們可能厭惡自己的共產黨 或是他們覺得黨就是神 對其實沒有 他們其實說 我就說 那時候在聊天的時候 就很尷尬 你知道就是 是真的很尷尬 因為我是一個就是 比較有自己思想的人 然後面對一個就是 你從來沒有接觸過的人 然後你就聊到 聊到政治 他說 我就覺得很尷尬 我很怕你比較有被打 因為我知道 我這樣人在中國 我會飛不回去 怎麼辦 我的財包是很壓的哪 我就 那你覺得如何 他說其實 他說其實我覺得 沒什麼不同 因為我爺爺就是那時候 228還什麼什麼 我現在也忘記了 他就說就是 那時候就是 他們家就被拆散 就是一邊在台灣 他說其實我們兩邊思想會不一樣 都是教育體制的不同 我們從小學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 當然你有你的想法 我就會有我的想法 我就覺得 哇 就是突然有一種 自己就是被打開的感覺 就是突然覺得自己很像 好膚淺 就會覺得以前 他們都是怎麼樣想像的人 或是怎麼樣 然後就覺得 這段旅程中 就是我跟他們對話過程中 讓我了解到 就是原來就是 我們自己的世界是真的 非常非常淺薄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沒有真正去跟別人有連結 有接觸 你其實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好 就一不小心的 就得了第一名 這樣 好我們就路過了 哈哈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第一名五萬塊 我就很開心 這樣 好 怎麼又出現了 在學校的Logo 我剛剛不是說 我在第一階段就被刷掉嗎 因此就頹廢 然後迎接了一堆有的沒有的事情 然後還跑去玩 然後拿一個獎 你知道 好 我在去 前面也是焦點的時候 那時候焦點有邀請 就是 2015年 2016年 雜學校的策展人 來過分 來分享他叫做沈捷魚 那時候捷魚 我就交了捷魚的Fest 我在那次的焦點上 他就有在上面 教說 我們現在審缺工人 部長工人 什麼什麼的 好 我就說我那天就是 把我早八 其中考完 我就說好那我去部長 結果 欸 我有認真考試 我考完才去的 好 我要解釋一下 然後考完去的時候 我就 他就說 因為他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當過一些志工經驗 就是他們其實也不太知道你適合什麼樣位置 他們就是隨便分好 你去那 你來搬這個 你去那 那你去報到台好了 Go 我就 喔 好 我就在那一天就接待了一百多個參展單位 然後 就是 他們就認為 嗯這個人做的還不錯 欸 那你今年想要來幫忙嗎 我就說 什麼意思 他說因為在我們活動現場 需要一個 就是能言善道的人 就是過來 可能調解一下就是現場的狀況 我說 活動當天嗎 他說對 我說好那我來幫忙 就一聊聊 欸 不要小心有點走得太深入 就是 怎麼 不是活動現場嗎 那參展單位那邊可以請你幫忙一下嗎 啊 那就是還有那個就是 呃就是 票券的部分可以請你幫忙一下嗎 啊 然後 我就發現嗯 好像不小心有點走得太深入了 中間這張照片呢 是 呃 雜學校的 九個員工 還有六個實習生 啊 跟我 我也不太清楚 我在裡面是一個什麼樣角色 總之我就是一個 一個 很奇怪的助理的角色 或是他們都叫我小幫手小助理 就是也沒有為我證明過 就是 對我就是一個就是 就是他們沒有為我證明的意思 然後我就進去了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發現 然後後來就是地瓜校長 就是有 呃阿智就問我說 本榮啊 大學校結束之後 你有沒有意願繼續 有在這裡啊 我就說 可是我現在才大三而已 他說啊你大三而已喔 我以為你已經必 沒有我大三 然後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內心其實悶了說 像長 你知道嗎 其實我投過你的履歷 然後你們第一次要 就把我刷掉 然後你現在如果要不要進來 然後我就想說 它是什麼狀況這樣 所以其實我在上面寫一句話 就是用實力說話 而不是履歷 但是我在底下又講一句話 就是 當然了 在這個看臉的世界 履歷還是很重要的 對 但為什麼我要說實力 比履歷還要重要呢 因為當 就是當你在一個 可能是機緣 可能是巢河 你必須要用實力證明自己的時候 他們沒有時間來看你的履歷 你在當下就要用實力證明你的存在 所以實力重要嗎 重要 那履歷重要嗎 欸怎麼會不重要 我第一天就被刷掉了 怎麼會不重要 對 好 那 先 待會再講講 我為什麼會講那句話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叫做 你沒有落後 你沒有領先在你自己的詩區裡 一切都會準實 這個詩 在最近在網路上蠻流行的 然後 其實我是在一年前還兩年前 就有分享過這個詩 然後最近因為有一位朋友 不是朋友 是有位網路上的 就是網路上的人 他把他轉換成懶人包 於是大家要開始分享這個東西 然後他分享這個東西的用意 是因為 他曾經覺得 他那時候好像是 研究所沒考上還是等等 他覺得說 當別人都在前進的時候 好像只有我停留在原地 就是我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別人開始 一份一份的order 一份一份的實習 一份一份的工作 都還在前進了 好像只有我一點長進都沒有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就管在我重考的時候 還是在我實習 沒有上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我不夠好 所以我才會被全世界給丟下 對 可是 當我發現 我把未來的時間留下來了 把我的時間留下來了 我迎接到的 反而是更多更多的可能跟幸運 我在剛剛介紹的時候 曾經說過說 我覺得我最近有點幸運過頭了 像我很喜歡聽成立的歌 房東的貓的歌 然後我就說 我朋友說 我這邊兩張票你要嗎 然後那時候 接了魏如萱的MV 然後他的經紀人就說 我這邊兩張演唱會的VIP票你們要嗎 然後後來呢 最近大廈要找實習的時候 然後 雜學校人問我說 欸 婉柔你這個暑假有空嗎 我就發現 好像我怎麼 我的幸運跟這些東西 怎麼好像都是 有點就是 我好像什麼都沒有努力 我就得到了 那其實我的那些努力 都是累積在我過往所做的事情裡面 對 然後甚至是我累積下的那些空白 當我把那些空白留下來了 當我把那些時間留下來了 其實他們都是在累積你未來的幸運 所以我就會說這樣 這樣未來有點空白 把時間留給意外 就是享受 你別人都沒有辦法複製的人生 好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的學姐的分享 其實剛剛她 她腳那一段